高永浩 我的富贵人生 我的富贵人生 高永浩 大家晚上好 好 与凤凰同飞 必是巨鸟 与苦狼同行 必是蒙兽 与智者同行 必会不同凡响 那以高人为伍呢 必能登上巅峰 我就是那位高人 因为我姓高 是一个人叫永浩 山雨欲来 风满柔 本以为不紧张的 怎么知道 从彩排到现在 紧张到肚子沾风 所以大家如果有闻到什么奇怪的味道 不只是我一个 因为其他六位参赛者 他们也说他们很紧张的 我是一位生命规划师 规划师 你们知道什么是生命规划师吗 有些人点头 有些人没反应 等一下我们有多余的时间 我们才来聊一下吧 我从事丁站服务业 就职于新加坡富贵山庄 在还没有开始富贵事业之前呢 我是在酒店里工作了大概二十多年 也就是说浪费了二十多年的青春 为别人打工 因为富贵事业是我自己的事业 在这里呢 我就想到汪峰的一首歌 很好听的歌曲 要跟大家分享 可是我不会唱歌 我就把那个歌词念出来就好了 歌词是这样的 多少人走着却困在原地 多少人活着却如同死去 多少人爱着却好事分离 多少人笑着却满寒泪 谁知道我们该去向何处 谁明白生命已变为何物 是否找个借口去继续苛活 或是展翅高飞 保持愤怒 我该如何存在 就是这首非常好听的 《存在》 汪峰所唱的歌曲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和我一样 从小呢 就一直问自己这个问题 为什么你是你 为什么我是高永浩 为什么我是我爸爸妈妈的儿子 为什么我哥哥是我哥哥 我姐姐是我姐姐姐 为什么我来这个社会是为了什么 我为什么存在呢 我常常都问我自己这个问题 当我接触到殡葬夜后呢 我了解我的存在是要服务大众 我为他们办理人生最后一个典礼 为他们善终 这就开始了我的富贵人生 我的富贵人生在六年前开始 我越做这份工作 我越爱这份事业 它是一份福贵的事业 我们提倡的是生前规划的重要性 规划人生已达到心无牵挂 我是你们不想要的人 可是 但是 始终有一天 始终有一天 你们一定会需要到我的 因为 人生已经经过的道路就是 生老病死嘛 我总有一天会等到你 OK 现在让我为你们分享 我一个 一个在我工作的时候 一个很感动 因为以前我做酒店呢 当我们收到一份 好像说一个 表扬的一封信啊 寄给我们的总经理 我们都会很高兴 可是在我的富贵事业里面呢 这些不算什么 因为当我们为客户 服务的时候 他们给你一个很 很紧的一个拥抱 为他们的 因为我做的是殡葬业嘛 白事嘛 当我们完成了一个殡葬业的时候 一个礼仪的时候 当他们抱着你说 非常感恩你 为我的至亲 帮你他们最后的一层 非常 幸好有你为我们 帮我们做这个事情 那种 那种 满足感 是什么 怎么样都不可以形容的 就比我们那些酒店 受到那些信 更加百倍的 那个我们的感受 就是在 我为一位王老太太 为她规划了 在她 在生的时候 还活着的时候呢 帮她办理她 规划她的人生的最后 一层 为她买了一个福位 你们有些人叫做林葡萄 那时候呢 我们就好像 property这样 一丈 我们的property叫做 房地产业 对 就是房地产业这样 我们可以预购的 就是我们还没有建好 因为我们复贵山庄 还在翻新的 所以她买的那个套房的那个福位呢 是还没有建好的 当那个套房建好 而且也开光了 我就马上请了王老太太去参观 她所买的产品在哪里 当那个玻璃门一开 我是扶着老人家握着她的手 跟她慢慢走进去看她的福位的 就看到她的脸 她的眼角里面带了一些泪光 跟我讲 因为她是广东人 她抓住我的手 其实跟我讲 匪哉猴蓝 匪哉猴蓝 当时候呢 我是以为她是讲我很蓝 她的意思是说 胖子很美 胖子很美 她其实是说 胖子我的福位真的很美 我的福位很美 就是可以看到她 很喜欢她所买的产品 那份成就感 我还记到现在 因为我可以帮她圆满她的人生 试着尽身者安 在身的人得到最高的安慰 试着呢 就得到最高的尊敬 OK 这个就是我的富贵人生 我的分享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